言外之意 这五边形 六边形 它的焦点 有几个 六十个 这丁点了 有六十个 研究碳66的人 他们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求这个六十个碳原子的坐标 你们回去可以试一下 求解起来还真有难度 有很多人解决的问题 可以发一篇文章 摆读一下就可以知道 也就是求这六十个点的原子坐标 和求解这十二个点的坐标等价 刚才他们是切出来的吗 等价的 下面我们用魔方 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把这十二个丁点的坐标 算出来 这是正二十个原子 这是刚才我们定义的 特征点 我们边块 边块有十二个 对吧 你看 这十二个丁点 边块有十二个特征点 总共十二个边块 我们怎么给它 等价起来 刚才说了 魔方立方体 它的边缠了 是两个单位 别忘了 我们迪卡尔坐标系 原点放在立方体的中心 放立方体中心 现在我们把这个立方体 这个边缠了 给它压缩一下 原来是两个单位 现在压缩到一点六一八个单位 这没问题对吧 我们可以操作 然后呢 那个 边块的特征点 它们有十 有十二个吗 魔方有六个面 每个面 我们给它分配两个 这可以做到 每个面分配两个 那么就这样分配 然后把它特征点了 现在魔方不动了 边缠是一点六一八 把这特征点给它压缩 压缩两个特征点的距离 是一个单位 压缩完了之后 就编成这个样了 这是压缩完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这些 每一个点 它的最精灵的灵具 给它用线段连起来 就是这样的 我们标了ABC三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坐标 我们就观察A点A 它的横坐标A点在这边了 横坐标X走断 冲着我的 往里压了一下 不就是0.5吗 然后Y周读数是0 然后Z周的读数是0.809 正好1.628的一半 坐标远点在中心 同样B点C点都这样 那么ABBACB 这是不是 等边三角形呢 我们用两点接距离的公式 算一下 这些边都是1.000 你看后面有三位 有小数字 因为1.618 后面有三位有小数字 好 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12个点都写出来 就是这样的模式 你看 这都列出来了 很简单 我们把某某方压缩 这里有关键的一步 1.618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